這次的重點 四隻驚蟲 欸 我們剛搬來的時候 這邊完全沒有燈 儲具也沒有說好聽一點 是宮堅峰 整棟房子就他的房間最高級 Hello大家 現在呢 要來說我上次有跟大家說過的 我要來開箱我們家的透天措 現在聽到旁邊有施工聲就不要太在意了 因為最近這邊都在施工 那因為我是住髒話嘛 髒話的 應該是說 中南部的人 大部分的人 都是比較傾向於住透天的房子 比較不會去買套房 那我現在住的房子呢 是社區型的 一個社區裡面有十個戶數這樣 然後我們一般都是在那個大門進出 平常都是關下來的啦 好 那回到這邊來 這個社區比較特別的一點 是當初那個房仲啊 跟我們介紹的時候是說 他是新加坡式的建築 新加坡式建築意思是說 他的一樓不是做客廳和廚房 一樓就是這樣開放式的車庫 所以一進來的時候呢 就會直接看到一個門 這個門呢 打開 就是樓梯 一進來就要上樓的意思啦 然後他們這個建築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說 在一樓啊 他們還有做一個廁所 這個是廁所 不是廚藏室 欸 是開著的耶 可以看一下裡面的廁所是什麼樣子 其實我搬來這邊那麼久 我還沒有進來過這間廁所 我不知道說這間廁所還蠻大的耶 因為我只有這樣稍微打開過看看而已 平常不會在一樓啊 都是在樓上居多 還蠻奇妙的吧 就是樓下沒有隔一間出來 但是卻有一間廁所 我們有想過說 如果以後 長輩 不方便爬樓梯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這邊隔起來 因為這邊 剛好可以做成一間房間啊 又有一間廁所 而且這個深度隔起來的話 車子也還是可以停 是OK的 變成像 7樓的感覺 然後它後面就是儲藏室了 我們算是比較晚搬進來的住戶 我們的左右兩邊 他們的遮光罩都已經遮起來了 那只剩下我們還沒遮 所以我們就 也是遮起來 變成一個儲藏室 我們現在都是堆雜物 就沒有什麼儲藏空間啊 所以只能動動到這邊 這邊沒什麼好介紹的 對 這邊沒什麼好介紹的 接下來就是要進到這次的重點 欸 可以先開這個門啊 上次學弟跟我說 這是金蟲嗎 四隻金蟲 一上來這邊 其實可以放一個造景什麼的 然後普普的是放這個 上來二樓之後呢 就是客廳了 這邊的家具都是從 之前的家裡搬過來的 沒有換 這種很耐用 客廳和廚房是在一起的 就是廚房是開放式廚房 上次拍那個海鮮的時候 應該就有看過了啦 我們剛搬來的時候 這邊完全沒有燈 廚具也沒有 因為照理來講說 建商應該 大部分啊 大部分建商 標配裡面 都會附一個廚房 但是我們的建商 居然沒有附廚房耶 所以我們只好再多花一些錢 叫櫻花來做 我覺得櫻花還不錯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說 因為我們是沒有做裝潢的 所以抽油煙機的管線 會外露 管線外露有管線外露的好處啦 就維修比較方便 說好聽一點是宮堅峰 你看我們的燈具也是工業風啊 雖然說是白色的 但是我們就是用軌道燈 然後這個電視櫃 到時候這邊電視櫃會改掉 因為婆婆希望有個整體性 從那個廚房那邊 連接到這邊來的整體性 這一間的好處就是 它格局還算防震 市面都有採光 這樣看起來比較舒服 而且不像那個套房一樣 那麼壓迫 然後這邊是廁所 二樓的廁所在這邊 小小的 真的沒辦法洗澡耶 去客廳啦 可是有些人客廳也會把它隔間 做成一間套房 如果這個到時候要做套房 可能還要水龍頭還要改裝 這個房子總共有五層樓 不過一樓應該不算啦 因為一樓就算車庫了 樓梯都有光線 所以我們很喜歡 三樓因為是婆婆還要小顧的房間 我們就不去打擾了 就直接跳到四樓去 四五樓主要才是我的生活範圍 樓是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 那種啞房是不是 對啊 這個檯面基本上我會放著紙栽 但是我發現說 這個地方曬不太到太陽 所以我又把紙栽移架到樓上去了 這邊還是有一盆啦 我們走上來四樓了 可是四樓等等再來介紹 我們先去看一下五樓 五樓是我們的工作室 就是之前有介紹過的 來看一下說現在變成什麼 什麼樣子 有點心虛 這邊也變成堆雜物的 好囉 工作室 有沒有發現說 這邊和上次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變成堆雜物的地方 亂亂亂亂 現在唯一會上來五樓 大概只有洗衣服還有拍攝而已 懷孕的前期本來還會在五樓工作 自從上次公說之後 我就把電腦啊什麼的 搬到我樓下去 當然不是我搬的啊 是雜事搬的 想說這樣少走一個樓梯 可以減少工作的頻率 本來想要等小孩伸出來之後 就把那個工作的東西 再搬上來五樓 可是因為小孩的房間在四樓 我們想說 這樣子好像不太方便看他 可能等他大一點之後吧 然後我們工作室的外面就是陽台 現在來帶各位看一下說我們家的陽台 這窗戶的隔音效果蠻好的嘛 一打開外面就很炒 這陽台大到個都可以烤肉了 基本上這邊就是曬衣空間 洗衣和曬衣的空間 我們洗衣機也把它搬上來 這個洗衣機啊 當初是用吊車 我們請吊車把它吊上來的 這個洗衣機從一樓搬到五樓有點難度 而且我們的就是從一樓到二樓上來的那個樓梯啊 寬度比較窄 那個寬度也過不去 總之就是很麻煩 旁邊這個上去就是頂樓 就水塔都放頂樓這樣 這個遮光罩 是跟那個樓下的一樓在那邊儲藏室一起做的 這是我們附近的住戶都有做 所以我們就跟著一起做 那接下來就看我們的房間 因為它剛剛在吵 所以我把它抱過來 那這個是我們的房間 我之前拍什麼貝貝啊 一些像什麼 蠻多次在這邊拍的 因為這邊光線還不錯 所以大家應該都有看過 這個呢就是床 這個呢就是衣櫥 這個房間裡面看到的東西 都是現成家具 都是我們從之前的家裡面搬過來的 桌子也是啊 那個置物櫃也是 這個冷氣啊 不覺得說它還蠻低的嗎 因為我們沒有做裝潢 所以它冷氣 為了不讓管線啊 跑出來很多 所以我們冷氣只能裝這麼低 好啦那介紹到外面啦 這個是我們房間外面的走廊 一月的時候才做起來的 在那之前不是長這樣子 而這個房間也是一月才做起來的 這兩個是一起做的 在還沒有做之前 我們有先拍一段影片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現在要帶各位參觀的是 兒子的房間 兒子的房間在我們房間的旁邊而已 也沒有看到這堆雜物 還有 這些東西啊 超級亂的 因為各位知道說 小孩子的東西很多嘛 那我們搬來這邊之後 我們也沒有多餘的收納空間 所以我們只好做收納空間 其實也是可以去買現成的啦 不過現成的話 就是多少還是會有一些空間是浪費到的 所以我們才想說去做裝潢 我已經先畫好圖 然後跟他們系統櫃的廠商討論過了 先跟各位講一下這間房間到時候會怎麼做 我們呢沒有幫小孩子訂床 我們打算就是做像和室那樣子 木地板架高 然後在上面鋪個床墊 不怕會滾下床啊 那這一面牆也都會做起來 書櫃啊 很多的城板 可以放一些行李箱什麼的 再來就是這一面 我是規劃那邊做衣櫥 旁邊是他的 到時候會放書桌 差不多是這樣 簡單的裝潢 然後這一組三人座的沙發 到時候就會留在這邊 給他以後使用 欸這間沙發很爽耶 我現在在我自己房間工作忙 下午想要睡的時候 就會來這邊躺一下 而且這個三人沙發 剛好可以塞得下我 雙人沙發就可以塞得下 可是雙人沙發 我腳還要這樣全起來啊 不用這個可以伸直 總之就是這樣子 那就到時候裝潢完之後 再給各位看前後的對比 有沒有發現說 之前的置物空間真的是不太夠 所以我們才決定說 他的房間做 然後廁所外面的這個地方 也做這樣子 就是除了隻烏龜之外啊 還另外請他做釣魚桿 因為我們有一些髒衣服 可能只有穿一次啊 或者是外套褲子那種 比較沒那麼常識的東西 我們就直接掛在這邊 我現在發現說在我們外面放冰箱 真的蠻有用的 因為我冰母奶啊什麼的 然後這是我們的廁所 盯到廁所裡面 廁所就比二樓的大了吧 我覺得廁所的窗戶真的很重要 有窗戶 廁所就已經會發霉了 沒有窗戶 可想而知那個是會多恐怖 然後我要特別講一下這個置物架 這邊不是有一塊嗎 一個格狀的鐵條 上面可以這樣掛東西 本來不是放這邊的 他把它夾上去變成這樣子 生活是會忘的 要進入到最後的主軸 他的房間 整棟房子 就他的房間最高級 一進來就是木地板 當初的規劃是說 因為我們不想要買嬰兒床 覺得嬰兒床很佔空間之外 他睡到一定的歲數就不能睡了 所以我們所心的把這種磁磚地板 盯成木地板 那時候盯木板也是考量到一個點 萬一他以後 學會越獄怎麼辦 嬰兒爬嬰兒床掉下去的那種新聞嗎 盯木地板怎麼翻都不怕摔下去啊 這間房間我當初在規劃 我在畫圖的時候 我就想說 收納空間不夠 我一定要有很多的收納櫃 所以就有這面牆來了 然後這個地方我當初是設定說 給他拿來當他的書櫃的 中間這邊做跳色 這邊還有一個小插曲 他在肚子裡面的時候 我們不是就問他說 你喜歡什麼顏色 喜歡白色就動一下這樣子 然後當他聽到黑色這個字的時候 就有反應 所以我們就把他的房間 設定成是冷色調的 絕對不是因為父母自己的喜好 他們還有一項目的拿 他自己的放假 對啊 這邊還有我們的婚紗罩耶 這個打開之後 下面有一個插座可以用 喔你好壯喔 上面也是都是置物空間 不一定是需要deco 但是我覺得非常需要收納 看起來比較有一致性 比較乾淨 轉過來這邊呢 就是他的衣櫥 他的衣櫥還蠻高的 比我們還高耶 就是有一些抽屜可以做收納 然後因為空間不夠的關係 所以就只能做 一二三三個櫃而已 因為這邊要放他的書桌 雖然現在不是書桌啦 現在是他的放真奶瓶的 溫母奶的熱水瓶 喔那時候本來想說 就是省一些錢 所以桌子就用一般的就好了 這都可以買身杖桌 也是齁 可以買身杖桌 轉過來這邊呢 就是我們原本的沙發 現在這個沙發超好用的耶 坐在這邊餵奶很方便 這後面是柱子 把它封起來了 這是假的櫃子 這邊才有櫃子喔 這邊才可以收納 唉唷 小笑到 但是這一區 就沒辦法開了 那你們一定很好奇 他現在睡哪裡對不對 就是這個 媽媽為了芬蘭香 我當初說我要給他睡紙箱 之後 僕僕還說 怎麼那麼可憐 讓他睡紙箱 後來他才發現說 真的好用 唉唷 他剛回來的時候睡紙箱 睡得比較安穩 因為在月中啊 他們也是睡一個盒子 如果大家對那個塑膠盒 沒有印象的話 可以去看 我在月中的一天那支影片 但是這個芬蘭香啊 可能再睡沒幾次了 有沒有發現說 他現在身體長度已經快要可以頂天頂地了 而且他最近啊 開始變得有力 都會這樣做伸展的動作 他做伸展動作的時候 就會打到紙箱 打到紙箱就會笑到自己 所以我們開始考慮說 讓他把他也放出來 他現在睡了芬蘭香的床墊 當初在媽媽餵的時候 夾購499的小床墊 你可以看他的床墊只有 薄薄的一片 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開始找那種 可以支撐他脊椎 然後又要考慮說 以後啊 你在哭喔 嗯 嗯 是不是 要我抱對不對 欸 嗯 你好重喔 嗯 然後又要考慮說 他如果假設未來要借尿布的時候 尿床大便了怎麼辦 以上我提到剛剛那些問題 一般的床墊 絕對不適合他 然後我就看到了一款 符合我的需求 就是這一款 嗯 康尼的Airwave二代水洗床墊 達斯幫我開 他的床就先到旁邊去吧 啊你打到他的頭你知道嗎 好好好 就是這個 他是做透氣材質的 而且他裡面啊 不是軟墊喔 他是獨立桶 這樣壓下去 裡面可以感受到 一顆一顆的彈簧 你要躺下去試試看嗎 你的新床墊喔 他這款床墊啊 標榜的 可以水洗的 用熱水洗也可以 就是用水沖沖啊 洗完之後 在外面曬個一個下午 他就乾了 這個床墊呢他是可以客製化的 我那時候看他們連什麼奇奇怪怪的形狀都有 圓弧狀啊 或者你要做什麼雲朵狀的都可以 那因為我們就沒有嬰兒床的需求嘛 所以我就 選他們公規最大的尺寸 70乘以130的 應該 對他可以說他國小 等到國小他 比較不會尿床 比較穩定之後 我就會把它 我可能就會換成一般的床墊啊 就是像我們睡的那種 我覺得這個床墊最可愛的地方在這邊 這個是熊對吧 我看他們的床墊 每一個床墊 不管是做成什麼形狀的 他們最左上角啊 就一定會 會有一個這樣子熊熊的臉 我覺得超可愛的啊 我蠻喜歡他們家的東西 因為他們家的東西是有機梅的 他身上最近一幅有吃 給大家看一下熊熊耶 他這是熊熊的口袋 我覺得還好你知道時候 那種蠻臉的床 他是個高需求的小孩 到他去睡沒丟久 大概一兩個小時就會 開始哭 從這樣媽媽抱抱 黏黏黏床 這倒像誰 這樣他之後 就是睡在這張床墊上了 如果睡了習慣 以後也可以訂雙人床尺寸給他 也有到雙人床尺寸的 那又掉 好那房子的開箱 差不多就是這樣 掰掰 吸他腳